为了提供助人工作者更多的专业支持 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 在这个周末特别协同了 零教育基金会花莲学习中心 以及法律辅助基金会花莲分会 在芙蓉大饭店 办理了助人者真能课程 探讨校园安全法律的问题和性别议题 期盼能够增加助人者对危机的敏感度 帮助更多需要及时协助的个体和家庭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起点和基础 个体性格更透过家庭教育来塑造 包含社工、心理师、学校辅导老师 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志工 以及从事推展家庭教育工作者 都是助人工作者 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 为提供助人者专业支持 周末在花莲芙蓉大饭店 与财团法人认领教育基金会花莲学习中心 财团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花莲分会合作 办理助人者正能课程 吸引学校老师、社福机构、社工、志工等人报名 邀请专业讲师共同探讨校园安全辅导法律问题和性别议题 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主任蔡嘉惠表示 随着家庭教育议题被纳入强化社会安全网 学校老师、社工、专业志工等人 都是推展家庭教育的重要伙伴 在提供服务时 更要学会保护自己 对于可能发生的校园安全事件或性贫事件 也要增加敏感度 及早察觉需要帮助的个体和家庭 接着将王彦华女士报导